各位好,我是胡婉玲,欢迎收看台湾演艺节目 2018年春暖花开,南北朝鲜以及美朝川金会将陆续登场 成为全球最受瞩目的国际大使 尤其各方还没有坐上谈判桌 就已经传出北朝鲜金正恩将宣布放弃核武 然而民主开放的美国南韩资讯容易取得 而封闭的北朝鲜究竟内部如何因应大局就不容易探究了 民事新闻就在这个最敏感的时刻 分别派员前往南韩 而我也亲自率领团队独家挺进北朝鲜 一探这个神秘国度在这个时机的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遭到制裁又相对封锁的国家 在全球还有161个邦交国呢 春暖花开的季节 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成功访问中国之后 紧接着还将和美韩展开荣兵会谈 在国际间也同时错过几项运动赛事展开国际交流 赶在南北朝鲜领导人高峰会谈之前 民事新闻挺进北朝鲜 所不同的是这次我们拿到签证 不是采访签证 不是官方签证 而是特殊的团队签证 对外通航的两个航点 北京和沈阳 已久斑斑刻板 因为4月是朝鲜的国际马拉松赛事 汇集各国好手 其中以欧洲选手偏多 后果机上文选品 朝方还特别介绍自己国家选手 也就是曾连续多届赢得亚洲马拉松冠军的金会琴 而同班级的 还有来自台湾的第一支职业足球队 唐元即将赴平壤客队交战 也显得矚目 看到那些朝鲜的球员来台玩比赛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现在开始要接触 我觉得还蛮兴奋 可以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差异性在哪里 蛮特别的 对 没有 因为之前没有北韩的资讯 所以这次来这边可以看到 北韩那边的东西 人事物 下了飞机 落大看板 用英文写着 欢迎各国参与朝鲜第31届春季4月节气 国际间关注 北朝鲜如何抵挡长期遭到联合国经济制裁的困境 事实上自从1991年起加入联合国的北朝鲜 目前还拥有161个邦交国 虽然各国大多配合联合国和美国的制裁行动 但他们都还低调地维持和北朝鲜的正式邦交关系 在平壤设置大使馆的还有20多个国家呢 大国中唯有美国 日本 南韩没有和北朝鲜建交 也因此北朝鲜想要重返国际社会 理当会寻求和美国建立正常化 常态沟通管道 也就是迈向建交之路 外界认为切断原油共饮就是打在北朝鲜的经济命脉上 然而没有石油 北朝鲜自己还生产煤 铁和煤矿 包括临近中国的茂山铁矿产量高居亚洲之管 而煤矿则广泛分布 包括东北部的咸进北道生产有烟煤 中部的平安南道生产无烟煤 而平壤西侧生产的是有烟煤和石煤 这些原本作为出口主力的煤铁 在被经济制裁的非常时期 已成为北朝鲜自己赖以生存的旧名单 您画面上看到这就是平壤火力发电厂 所使用的就是燃煤来产生电力 夏天有水力发电辅助 平常季节就得靠火力发电 这个国家并没有因为在节约能源状态 而向百姓提高水电费 因为水电全都有国家负担 民众几乎不缴费 只见平壤室内沿街路灯 逐一换上仰赖太阳能光板续电的LED灯 街道上越来越多不吃汽油 改用循环电池的国产电动摩托车 尤其是电动脚踏车 在2018年 竟是平壤相当普遍的交通工具 也由于国家钢铁自然充裕 举办大众运输工具 包括公车、捷运、电车箱等 朝鲜都自建、自寄、自足 北朝鲜国产的平和号自用车 以及最新品牌的我国号小客车 已经上路 而且开始驾力街头看板广告 壮大火产的气势 实施自立民主经济的北朝鲜 在2016到2020年之间的 国家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当中 重点就是解决能源问题 并优先发展能够自立建设的重工业 一家全国最大的乐园机械联合企业 在文宣上标榜着可以生产挖土机 起重机乃至马达器械 看得出北朝鲜还在设法寻求国际合作伙伴 发展对外贸易 但联合国的制裁令当前 大多数的国际商家买家 只有低调再低调 谨慎再谨慎 看得出外界越封锁 北朝鲜越被孤立 就越被逼得学会经济独立资助 在美朝川金会前 北朝鲜内部也因应国际局势的变化 转为低调 对外界的国际情势发展 内部不做报道不做评论 百姓没有讯息也就没有人讨论 生活如常 在国际长期遭到联合国为主的国际制裁之下 北朝鲜内部提倡自立民族经济 例如为了解决能源问题 国家自立研发太阳能续电光板 于是百姓家家户户都采购这国产的续电板 全力拥护国产电能 在进行南北朝鲜领导人会谈 以及美朝川金会之前 一向强调意识形态的朝鲜当局 态度转为低调 对内尽管平壤沿街依然齐海飘扬 但所飘的几乎都是国旗 举凡意识形态和党的标语 乃至痛骂国际强权的看板 已经不见终于 沿街仅能看到少数写着庆祝4月9号 纪念已过世的金氏第二代元首 金正日荡上军事委员长的25周年标语 星期假日平壤建国冷清 人车稀稀落落 路上很少车 人都是用走路的人 只是跟台北啊 或是北京这些地方串流 对路口指挥交通的女警 少之又少 因为一到周日 平壤市就限制一般车辆通行 外界以为是遭到国际限制食用误输 因此队内管制汽车用油 不过比较接近朝方的说法是 百姓假日开车出游太多了 造成交通拥塞和市容乱象 因此开始限制假日车辆上路 朝鲜的民生粮食 在政府配级掌控之下 维持稳定供应 由于农业已经接近自给自足 食材大多取自当地 除了少部分的水果 稻米是从国外进口 主要来自中国 这一口干来自中国东北 香蕉则是远从菲律宾进口的 民众消费水准不容易 从单一面向来做观察 不过我们先从尝试 从可以触及到的店家商品 来略见端倪 朝鲜人民购买物品 必须以自己国家的巢币计算 但外国人不得使用巢币 付钱的时候 必须将巢币的价格 换算成欧元、人民币或美金 美金多少钱? 2块 美金 美金 所以现在一百朝鲜是一美金 对 这里商品一律单一定价 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不忍着 美金 美金 只可以回家 買什么 因为客户 产业有很多市场 多aki厢 他有很多地区 特别地方 尤其特别 我为我们讨论 这些出品 因为已经有新的。。。 所以我讨论 不过韩子 对 这位翻译小姐脚上穿的是朝鲜自制的高跟鞋 她不经意地透露 这双鞋六千多块朝币 相当六十多块美金 也就是新台币两千多元 她说这是她一个月的薪水 乍听 她的财务支配方式令人瞠目 但外人可能忽略了 在北朝鲜 每个人的粮食 基本衣物 以及住的房子 全都由政府免费供应 因此国民的每月可支配所得空间 反而大多了 挤进封闭式的经济模式 相当程度也稳定了北朝鲜内部的物价 但环境的封闭 也使得美朝川鲜会议当前 一般百姓能够接触到的资讯不多 因为官方不报道 百姓就无从得知 凭让电视播映品质已经进化到HD高画质 但节目内容仍然偏重思想幻输 强化国族感 晚间八点党连续剧播映的 是关于金市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 早年在白头山抗日的历史故事 在推崇党国施政成果的节目中 最近较少看到赞扬朝鲜的国防军事务力 取而代之的是大大会从政府的产业经济成果 尤其在近来能源供应紧缩的压力下 北朝鲜已经成功地开发 并且推广太阳能蓄电光板 特殊的处境 造就全球独一无二的北朝鲜 联合国制裁下的北朝鲜 不论是对外举动或对内建设 十足动简观瞻 赶在美朝川京会谈之前 我们设法挺进北朝鲜 以上是民事新闻胡婉宁 李建成苏启发在平壤的独家采访报道 北朝鲜在和南韩领导人高峰会 以及美朝川京会谈之前 领导人金正恩就已经先行赴 北京访问中国 长期遭到制裁的北朝鲜 对外关系是不是就此荣兵 全球都在看 事实上北朝鲜重返国际社会的期望 相当的明显 包括他们和台湾的关系 他们将和台湾的关系 是界定在运动 学术和观光方面 4月中 他们还邀请台湾的第一支 职业足球队 在平壤主场过招 想在南北朝鲜领袖高峰会议之前 4月份台湾和北朝鲜先行交手 项目在足球 台湾第一支进军亚协杯的队伍航员 是台湾第一支职业级足球俱乐部 首次进入平壤客场 对战的是北朝鲜火炬足球俱乐部 现场观众只有支持火炬队的平壤民众 一面倒的加油声震撼球场 社会主义式的集体造势方式独树一致 台湾球员大开眼界 一、二、一、二、一 我很兴奋 因为美汉国人的对手 我觉得我很想要尝试一下 跟他们踢球 蛮特别的 没有来过这么好的场地 对战的朝鲜火炬队 今年同样第一次打进亚协杯 一开战就展现了凌厉的攻势 频频封到球门前 虽然台湾航员队全力防守 但上半场仍然被封下两球 下半场台湾航员弃如反攻 但原本队上攻击力较强的几位洋将 这次都没有办法进入北朝鲜打球 影响战力 下半场进行到第十分钟 航员攻到门前 中锋陈嘉明攻起不备 一击头锤 为航员抵进关键性的一球 北朝鲜火炬立刻怀疑颜色 在展现火力 东获航员的防守线 频频进球 下半场再下四成 中场占有六百亿 击败了台湾航员 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赛过程当中 跟我们的高空球并不是那么有优势 那除了身高之外 那就是说他们的一个弹跳的一个能力 跟他们的一个移动的一个表现 都是非常快 而且高足远有许多的 那我们很开心 在下半场我把握住队友的船球 然后用这一球鼓励队友 在国际间遭到外交和经济封杀的北朝鲜 在国际间遭到外交和经济封杀的北朝鲜 足球是他们国家的运动强项 2017年朝鲜先派出领导人金正恩 最爱的四二五队加入亚协杯 2018年还新加入朝鲜的火炬队 连同台湾的航员 澳门冰飞家 蒙古国的俄日西末 同属亚协杯东亚区的 共有五支球队 其中积分较好的是四二五和冰飞家 正在争夺晋级的机会 比朝鲜不同于其他国家 一次派出两组俱乐部代表队 国际间胜出的企图心不言而喻 更特殊的是 他们训练足球员的方式不同于欧美 平常统一集训的国家足球员 直到各俱乐部有出赛需求的时候 才将国家代表队选手 送回到俱乐部职业队去踢球 因此台湾行员所对战的 实际上是北朝鲜的半支国家代表队 北朝鲜这种作战策略 让国家球员始终能够维持在作战的颠峰状态 也意在提升各俱乐部足球队的胜球率 这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各有的集训方式 社会主义下的北朝鲜 连打球的方式都独树一致 这次在平壤交手的台潮足球赛 是一次很特殊的文化和运动赛事的体验 尽管全球各地现在陆续出现了年纪轻壮的国家领导人 在北朝鲜 作为金氏家族第三代领导人的金正恩 直到现在还是全球最年轻的领袖 金正恩对内统领2000多万的朝鲜百姓 对外频频让大国痛脚举世瞩目 和他的祖父父亲相比 金正恩出招丝毫不逊色 那么继续看我们来自国际中心对人物的介绍 绕肉了脸蛋清秀了五官 谁能想到20多年后 眼前这个身穿小军装 眉眼透着英气的小男孩 会成为在国际间翻云覆雨的一方之霸 身为北朝鲜第一家庭成员 金正恩的人生处处谜团 就连签证文件上的生日也不知真假 外界只知金正恩的妈妈是金正日最宠爱的妻子高荣基 同胞手足包括二哥金正哲妹妹金里正 三兄妹日后也一起留学瑞士 在同学眼中金正恩非常害羞 喜欢007电影和NBA球星麦可乔丹 阿姨也证实金正恩热爱篮球到可以抱球睡觉 只是平静的外表下内心直傲 而且真到底 他非常静静 他没有跟别人聊 他是一个比赛的游戏 他不喜欢赢 或许正是不认输的个性 让这个金家小儿子最后脱颖而出 成为接班人 因为一开始最被看好的 其实是同父异母的大哥金正男 只是这个第三代老大2001年却在日本机场持假故罩被抓 不但颜面扫地也被扫出接班之路 长子靠不住金正日只好另做打算 虽然喜爱次子金正哲 无奈二公子热爱艺术个性懦弱 难以托付大业 大哥二哥都无缘继位 2011年底金正恩一上任就斩新绝对霸气 向广大子民许下大去行 六年来金正恩信心念念要富国强兵 外界发现他的外形越发超龄越加神思祖父金日成 友谊建国英雄英勇再现 他也很希望说干脆把自己 塑造成像祖父一样亲民爱您 这位金孙更承袭阿公的决断魄力 打造赤血忠诚 南韩智库统计金正恩上任五年内就开闸340人 其中超过140人是党政军高官 2013年金正恩下令处决摄政王孤障张成泽惊动事件 众臣相继落马 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 还在马来西亚机场遭到毒杀 外界怀疑是同事操哥 拼让当局始终否认 但这几度杀案一度让北朝险害马来西亚 平邻断胶边缘 北朝鲜外务省 国内的马来西亚人的出国 一时的认为 北朝鲜的马来西亚大使馆 精正恩 金正恩调整人士 不但四年换了六任国防部长 权力核心态换率更大31% 2016年三个委员长职位加深 金正恩顶上九头衔 宣告党政军一把抓 丁正恩大位越坐越稳 难以判动政坛出身之度 也让外界跌破眼镜 而金元帅在立业之余 还不忘成家 2012年外界拆了三星旗 北朝鲜官媒才进阶证实 跟在金正恩身边的神秘女子 就是她的夫人李学主 之后南韩媒体疯狂肉搜 挖出李学主当歌手的影片 南韩国家情报院也证实 这位北朝鲜侨妹 2005年曾以拉拉队员身份 到南韩仁川 参加亚洲田径纸标赛 从夜灵 视察 到迎宾 甚至出访 都可以看见金正恩带着妻子出席 而这在金正日时代从未有过 专家分析 相较老爸的低调神秘 金正恩跟阿公一样亲民 作风更为洋派 金正恩清楚 要打造文明国度 幸福国民 最快最有感的方法 就是新建大型工程 于是平壤有了大型游乐场 露天滑冰场 和马术俱乐部 热爱体育的金元帅 要求工兵从千里马 升级到万里马日夜赶工 果然九个月拼出文秀水上乐园 不到一年拼出冬奥等级的 马席岭滑雪场 为了确保工程超速 安全不失速 金正恩不但亲自监工 还以肉身测试 南韩智库统计 金正恩执政头三年的 娱乐工程费 至少烧掉百亿台币 而他除了大洒银 但博明星 在百姓和阿兵哥面前 更是温暖如太阳 专家还分析 金正恩不但用力拥抱群众 更高调拥抱核武 金正恩一上台 就宣布北朝鲜为永和国家 还写入宪法 他六年核事报四次 黄射导弹六十枚 业绩远远超过老爸 金正日十七年的总和 此外金元帅还很会拼经济 金正日生后 留给儿子梁石南 能源南外汇南的三大烂摊 但金正恩设立二十四个经济特区 又对农户和企业放全让利 两大吸金法让北朝鲜经济由富翻阵 只是北朝鲜富强起来也暗藏危机 首先经济态依赖中国 北京老大哥真出手 平壤必重伤 加上根据南韩统一部调查 在金正恩统治下 脱北者人数不但屡创新高 连将军和公使也盼逃落跑 北朝鲜崩溃论 从金正日到金正恩从未断过 但这样的预测却一再破功 专家表示 靠着爆刷存在感 金正恩以核逼核 成功突破外交僵局 更操弄强权与鼓掌之间 这个川普口中的小火线人 如今走路有风 因为他的每一步都在创造历史 社会主义式的思想教育下 北朝鲜视国际运动赛事 如同上战场打仗 浓浓的国族感 让他们比赛起来 誓死如归 尤其被视为国球的足球 更受到全国上下的重视 为此北朝鲜在2013年 特别成立一所一贯训练的 足球专门学校 找出潜力选手 密集十年养成 他们说学校才成立五年 十三次的国际比赛当中 他们就拿到七次冠军 四次亚军 北朝鲜女足 踢出2014亚运冠军 也磁霸2017东亚女足 男足则摘下2014亚运亚军 女的汉 男的壮 闪亮的成绩让世人对北朝鲜的足球 竖起大拇指 北朝鲜选定足球 作为国家重点运动项目 全力做系统化的栽培 那么这里看到了就是 专门培训足球选手的 平壤国际足球学校 这所平壤国际足球学校 就位于平壤市 大同江凌罗岛上 2013年成立至今 只有五年的功夫 学生们都是通过省 市和学校的三级招考 才挤得进来 平均一年全国只招收 二十来个学生 这个学校开九天后的 六月九号 我们的最高领导者 访问了这个学校 我们最高领导者 访问这个学校 也可以看出 我们对国家主球 和体育发展的 有多么重视 这是七八岁组的 足球训练课 学生在玩球乐趣中 学到技术 球场的另一端 是11岁到12岁组的 培训课 着重基本功的扎实训练 这所学校 十几个足球场 十几个分林组 同时展开训练 北朝鲜的女子足球队 世界排名在前十名 那么镜头前看到的 女子足球队正在培训 她们是分林低龄组的学员 平壤国际足球学校 男女球员兼收 女学生比例占了百分之四十 事实上 北朝鲜女子足球队的成绩 在世界排名上 还优于男子足球 我们的男子足球 比较女子足球 在世界中的十名 中国的女子足球 也有很高的数据 现在我认为 有没有办法 但是 男子和女子的差异 男子和女子的差异 这所足球学校不仅学生强 负责指导的教练 底子更硬 称得上是顶尖师姿 我看他们的一些技巧或是一些观念甚至一些协讨性的动作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养成 所以导致于他们到比较高年龄层的时候 甚至国家队的时候他们能够有比较好的技术的表现 平壤国际足球学校已经有第一批三十多位学生高中毕业 分发到各地方足球队 甚至有些人被派到西班牙或伊那里深造 一起他们都将是北朝鲜国家级选手的主力来源 近年来不少国家专程派人到这所学校考察取经 显然这个国家级足球摇篮 已经汉起国际足球界的重视 南北朝鲜展开荣兵交流的先期 有一部分就是透过双方的音乐和演艺表演做交流 果然这柔化的效果尤其显著 近年来一如许多社会主义国家 北朝鲜的音乐歌舞是相当的活跃 在领导人金正恩的主义之下 朝鲜内部的音乐会已经可以演奏美国迪士尼卡通配乐 在诺大的荧幕不时穿插迪士尼卡通影片 显示北朝鲜已经能够接纳无关意识形态的美国文化 平壤有两个少年宫 相对于国际人士比较熟悉的平壤少年宫 朝鲜本地人更熟悉的反而是万景台少年宫的演出 自2016年重新改建之后 万景台少年宫就运用他场地宽敞 能够活动一味的特色 设计出阵容壮盛的歌舞表演 鲜艳的颜色 华丽的服装 多层次的组合 怎么看 都有点像宝莱坞歌舞剧 也有点像西洋式康康舞 足浈承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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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 herbal人士的歌舞剧 bild Rise UpkatEye 稍微分析 前方钳 drilled countryside 平壤将少年宫训练活动 当成孩子的课外活动 因此每天中午下课后 就有好几千名学童 到万景台少年宫来接受各种才艺训练 每星期只有星期四一天公演 要能上台演出的学童 可是千中选一呢 全国的学童 全国的学童 这EPP的音乐 特殊才艺学员 经过多年培训 即使上了中学之后 不再继续学艺 长大之后 在组织临选工作的时候 通常也有不错的机遇 你以前是少年宫的学员 是 我以前是少年宫的学员 参加了三年 高中一年级开始到高中三年级 学了钢琴 上台表演电子棋 平常室内有两家少年宫 当时我上过了 两家少年宫都上过了 当时我的父母一直让我 到去那个少年宫 让我学习 什么那个 让我学 探紧它 还有什么的 但是当时我没有 不懂事 那些就没有 没有那么好的热情 只是参加两三个月 两三个月 就后来没有才能就出来 我想如果当时好好学了 就是现在 有可能当一个明星 要这样的想法 那么继续学音乐的呢 平壤金援军音乐大学 是少年宫学员们 很好的选择 这是国家级万寿台艺术团 三十渊乐团 在年节期间的表演 在领导人金正恩的处理之下 即经半场演出 演奏的是美国迪士尼 卡通配乐 诺娜的荧幕 不时穿插 迪士尼卡通影片 显示北朝鲜 已经能够接纳 无关意识形态的 美国文化创作 北朝鲜目前培养出好几个国家级乐团 包括已是国际知名的某单风乐团 清风乐团 国家交响乐团 国家民俗艺术团 携海歌剧团 以及国家级三十渊乐团 包括时髦的某单风乐团在内 他们的成员 大都是大学音乐系政科班毕业 在国家的安排分发之下 进入不同属性 不同特色的乐团单位 展现不同的舞台效果 但所做的都是同一个方向的任务 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说的 为国效忠 为人民服务 明示新闻胡婉林李建成 促启发 在北朝鲜的独家采访报道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此后三年的期间 包括美国中国苏联先后参战 形成了东北亚的国际战争 在1953年战争结束 但是南北朝鲜双方所签订的是 停战协定 而不是和平协定 从某个角度来看 双方还是处在战争状态 这60多年来 边境从来没有停止过新战喊话 双方也曾经爆发军事冲突 尽管期间 这两边也曾透过设立开城工业区 以及开放金干商观光 来进行经济和观光的合作 那么继续我们来回顾南北朝鲜 这超过一甲子的恩恩怨怨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 交战双方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 以严格的定义来说 朝鲜半岛仍处于战争状态 只是停战而已 自此之后南北都使出手段 企图压制对方 1968年1月21号 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 派遣31名各种部队成员 为装成南韩军人 潜入清瓦台 暗杀时任南韩总统蒲正希 但因身份被试破 与南韩军警发生枪战 不过1972年 北朝鲜与南韩亲属南北共同声明 时任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 会见南韩代表时指出 暗杀事件是由军队的极端主义者所为 他本人并不知情 这件事时的普正希急遇报复 因而在同年4月 秘密组成斩首部队 没想到南北关系在1971年升温 双方红十字会首次接触 秘密部队就此成了烫手山芋 甚至传出清瓦台有意将成员就地灭口 结果演变成部队成员 企图进攻清瓦台 最后有的成员引爆手榴弹自尽 被捕的隔年遭到辱绝 1994年北朝鲜国父金日成辞事 长子金正日接班南北持续对峙 1996年北朝鲜潜水艇出航执行间谍任务 在南韩江源到外海搁浅 26名北朝鲜士兵 最后难逃一死 两韩街的黄海海域也是冲突点 由于双方都不承认对方跨出的海上界线 这片海域上有过多次越界而碰撞的事故 并爆发过两次延平海战 第一次延平海战发生在1999年6月15号 北朝鲜渔船越界遭到拦截 北朝鲜舰艇先发制人 南韩反击开火 这是自1950年朝鲜战争之后 南北之间规模最大的正规作战 2002年士族碑 地主南韩在冀军赛出战土耳其 北朝鲜军舰越界发动攻击 这是第二次延平海战 北朝鲜事后为此向南韩道歉 2010年3月26号晚间9点45分 南韩海军天安舰在黄海海域巡逻时 舰尾突然大爆炸 造成46名水兵死亡 这是南韩海军史上最严重的沉船事件 南韩找来欧美专家共同调查 结果认定是北朝鲜潜艇发射鱼雷 北朝鲜多次含冤 但国际社会却不予理会 天安舰事件使得南北紧张对峙升级 北朝鲜下令进入备战状态 两韩间所有官方及民间往来 统统切断 明年11月23号下午 北朝鲜炮击延平岛 这是朝鲜战争结束以来 北朝鲜首度对平民地区发动攻击 当然南北双方也不是只有硬碰硬 1998年平壤政府开放金刚山旅游 经营权给了南韩现代集团 2005年造访金刚山人数突破百万人次 前景看好 但2008年因一名南韩旅游客 误入军事区被射杀 今瓦台对金刚山旅游喊咖 到了2010年4月 北朝鲜没收现代集团 在金刚山的观光资产 也不允许南韩游客赛踏上金刚山 时开时关的 还有设在边界的开城工业区 这个构想来自2000年 金正志与金大中的历史性会晤 开城工业区在2003年6月30号破土 隔年开始运作 主要投资资金来自南韩 开城工业区自2004年正式营运以来 就是北朝鲜的重要经济命脉 但在2016年2月 北朝鲜发射光明星4号地球观测卫星后 南韩宣布开城工业区正式关闭 引起北朝鲜不满 平壤政府后来也将园区内的南韩人士驱逐出境 至今开城工业区仍然停摆 2018年春天 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主动递出橄榄池 在4月27号首度跨过停战线 进入南韩和平之家 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会谈 两韩亲述了板门店宣言 期待带领朝鲜半岛放弃战争 总向和平新时代 2018年的兵戎北朝鲜系列 是我们第七次成功挺进北朝鲜 在春暖花开 北朝鲜对外荣兵的季节 是不是与中国南韩美国陆续会谈之后 北朝鲜会就此打开门户重返国际 是接下来要观察的重点 那么这一集节目呢 今天就进行到这里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胡婉玲 我们再会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